今次的影片會和大家分享Concord Oasis 即是Concord Brandwood 第二期 West Tower已經賣光了 接下來會推出East Tower 我們去售樓中心之前 也會和大家來到現場 再看一看這個樓盤的周邊環境 Brandwood 也是一個很 upcoming 的社區 我們上兩條影片 又 Featured Amazing Brandwood 的現樓出租單位 很快便租出了 其實影片出了一兩天便租出了 其實整個Brandwood 可以說是三大屋苑 之前年初三個樓盤賣 到底我應該選哪個屋苑呢 大家可以眼睛看到 後面那兩棟 其實有一棟遮住的就是 Amazing Brandwood 然後我們這邊這四棟 今年明年落成的就是Concord Brandwood 我會覺得可能真的 大家要看看大家自住的百分比有多高 因為在這個比較黃金的社區 大家看到周邊將來很多發展 我已經有一個很大的社區 最重要是它的會所設施 稍後大家去售賣中心便會見到 我們上一條影片說 Amazing Brandwood 出租單位的時候 我有提到我自己也有買到 Brandwood 的東西 有朋友在下面留言 私下問我你買了些甚麼呢 其實我買的其中一個就是Concord Brandwood 第一期是一個Assignment 當初我剛才做經紀沒多久的時候 就接觸這個區 那時候純粹做一兩個出租單位 其實了解得很少 但已經覺得原來這麼多東西在興建 有很大的可能性 我就開始設定了 然後就購入投資金 剛剛轉了地產公司 就認識到我現在的師傅 我的Working Partner Raymond 他就有個Assignment 在Concord Brandwood 應該是第二棟 已經差不多起好 封了頂那一棟 現在看它的價位 買的東西 就覺得超順 但當然了 在那時back in 2018 2019 其實是心很忐忑 不是很肯定的 因為當時的市場是沒有人買東西的 當時就買了一個 現在很快今年年終年尾就收樓了 到時就再拍片給大家看 因為那些都是投資金 會出租的 我們現在走走走走 其實已經走到過來 Concord Oasis 即是第二棟的地點 第一棟大家已經看到 全都起出來 第二棟會在這一邊 欄杆圍著裡面 我們第二棟說過 有三個建築 一個就是North Tower North Tower會是最靠近那兩棟 尤其是Tower 3 就在前面這裏 跟著North Tower下面 我們這個位置就是West Tower West Tower已經是賣光了 我們已經不會再賣了 現在可以賣的West Tower 就是Pan House 稍後跟大家分享 還有它Podium Level的一些Town House 跟著West Tower的那一邊就是East Tower 所以大家現在看到我 向東邊方向 就是向東望的 那麼East Tower的話 都知道它最美麗的景的位置 或者最適合自住 因為自住通常都是想看美景的 應該就是東南方 正東看過去也有樓 不過是遠一點的 這一棟最近我們會在東北方向 所以大家在東北方向有少許遮擋 但再靠偏北 中間也有一個洞 因為那裏有一堆樹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想自住的話 那麼North East Corner好一點 其他的 Corner 投資自住 兩樣都可以看價位 我們分享到這裡 現在就去售楼中心 跟大家看看計劃 還有最重要的是 為何我們一開始說 這裡適合自住 進來一些遠離Skytrain 沒有那麼吵 還有最重要是它的回所設施 Let's go 我們去看看 它是Concord Oasis 第二期三棟樓 中間這個平台 和它的回所設施是怎樣分佈的 我們首先看看方向 方向的話 這邊是向南的 即是這個樓盤最大的特點 公園就是這個位置 這邊是向北邊 後面是有第一期的幾棟樓 這裡是西邊 所以我們已經賣了Sold Out的West Tower 就是這一塊 大家看到現在這個平面 將來的三棟樓就在這個座上 這裡是一棟會上去 那個West Tower 後面是矮矮的二十多層居的North Tower 接著就是那邊 就是即將開賣的East Tower 這一塊 這個就會有幾棟柱 包上去的一個高樓 中間會是一個大型的會所和設施 我們在分享會所設施之前 先跟大家說一下一些 剛剛放出來的West Tower West Tower 中間 基本上所有東西都賣光了 現在發展商推出了 必搶的幾個單位 就是在這裡 Podium Level 向西邊 以及那邊向南邊的Town House Podium Level 即是二樓和三樓 這裡是二樓 上面這裡是三樓 這兩層有幾個Town House三位 以及獨立兩房三房單位 有些已經賣了 今天可以給大家知道 有Lady W的存在 其實最擅長的 會在這邊向南的Town House 因為這裡全部都有大平台花園 兩層的高度 而且他們除了前縣之外 還會是後縣 總之有前後兩個一 而且是南北方向 向南會特別光猛 走出來這裡看過來就是公園 這些都是三房的Town House 價位大約是8-5萬 鬆一點 Uniprise 未加住宅 如果加上車位、Locker 8-6萬都不用 就可以買到這些空間 當然這一類的單位 應該是有人喜歡 有些人特別喜歡 它的大露台 出來放狗 可以有一個很舒適的位置 另外還有一個很棒的 如果大家很喜歡用匯所設施 譬如說 想直接可以走出去 走到中央花園 晒一下太陽的話 這一些單位是直接有 通知的 我們可以看到 剛才我們在Fall Pen上面 看到的前縣或後縣 就是這幾個新出來的位置 它有一個上面的床 然後步行出來 已經是會所設施這些 青空空間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在Concord Oasis的第一條片 就是我們去年8、9月、90月的時候 去Hawaii Honolulu那裡玩的時候 就看到一些很漂亮的椰樹包住 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住在這裡 比起樓上高高高 就直接更加感受到 因為你在裡面的窗 可能看出來 已經是一些草地 人工沙灘 是這些好像熱帶植物這樣的樹 有些沙灘位 有些水 再看到一個很大的玻璃幕牆 裡面是一個室內泳池 然後再經過玻璃幕牆 你還可以看到後面的這些花園 你看出來的感覺 你可能完全不覺得 自己住在石市森林裡面 你好像真的去了度假會所 這樣的感覺 這個就是無論它向南 還是向西 這些Townhouse 這邊還有幾個 這些就會便宜一點 同樣都是D4的單位 如果大家是選向西的話 因為向西 同樣都是D4一模一樣的積 會比向南便宜的 大概10萬左右 向西的話 其實有一個Polygon的建築 和低階 景觀稍為差一點 所以便宜一點 住宅的下面 大家看到這些桌子 都是一些叫retail space 雖然我們是很resort style 但衣食住行也需要 下樓可以喝杯咖啡 可以買到一些簡單的菜 都是重要的 所以Concord這個發展商 也有考慮到這個 它在下方的平台上都有做一些可以给予钱消费的 例如有咖啡店、餐厅、商店、发廊等 会所分为三楼和四楼两层 这里有跑步径高了出来的四楼 这一层是免费给Concord Oasis的住户 即是其他Concord的第一期或将来的第三期 都不会上到四楼用公共花园 四楼主要的特色就是它的跑步径 和很多公共空间 和一些绿空间都种植了很多植物 大家会感觉到跑步就很安静很舒服 然后我们回到三楼看看 三楼是什么呢 三楼也有分两个部分 虽然大家都会体现在一个门口进去 即是这里旁边就是第一期的四楼 所以Club Oasis整个会所设施 其实其他的其数 即是Tower1234第一期 都是可以进去的 进去里面有些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门口进去很库的门口 真的好像去了很高级的会所 有个名称楼和Squash Club 旁边有些洗手间换衣的地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有健身房 瑜伽房等等 一路走过来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单车机 这边是瑜伽 乒乓球 然后去到高一层 就有个Private 你不要这么粗暴 好 先买楼 请不要触摸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些乒乓球桌 在下面 到楼上那层就是一个游泳池 这是室内的游泳池 一路由后面的落地玻璃 延伸到前面的大玻璃顶 楼底特别高 还可以通过外面的门 可以走出去晒太阳 再来到最后 就是一个有三层高楼底的 一个Basketball court 或者多用途的一个球场 好 来到这边又是住宅 大家可以想像之前跟大家说过 Club Oasis 不是整个Club 都可以给全部Concord Grandwood 的住户用 原因是因为它有分开两个部分 刚才向北边进来的人 可以用到的就是刚才那边的设施 去到泳池 甚至是泳池这边的空间 但是如果是Club Oasis的住户 它就可以享有这边的使用权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室外的空间 很多坐的地方 走路散步的地方 还有这些曬太阳的地方 都会是 Exclusive to Club Oasis 我们回到这个建筑模式 着眼点是East Tower 比旁边的West Tower 是矮小小的 楼高是45层 到45楼就已经是Pent House 所以44楼到楼下5楼 都是可以买的住宅单位 大家会看到它的Openness 如果大家比较重视景观 如果想自住 想住得舒服 看得漂亮的话 依旧都是向南边 是最漂亮的 其实向东边都可以 东南这个角落都可以 去到东北一点 大家看航拍 或者看地图都知道 这里还有一个Ledmag 建筑大概20多层高 2010年 就会看到一点点 向北的话 都会开始看到Conquard Brandwood 第一期的建筑 但也不是说向北 或者向西 或者向东 我会觉得 由向南向东 去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可能会比较重 但其实这个角落 看出去也是挺开放的 因为North Tower 其实很矮的 矮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可能20多层 50多层 20多层 这边对面就很开放 因为唯一高的洞 都是在West Tower后面 所以这个位置 这些建筑 放出去 都会很远 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 East Tower的桌子 这次 其实大家会看到 它和West Tower的桌子 整个桌子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最大的分别 就是因为 今次它是East Tower 它就没有再被East Tower遮挡了 所以 今次 如果大家关注警官的话 东边就没有再有遮挡了 上一期 买West Tower的时候 很多朋友 想买小单位 例如这些蓝色的 小一点的两房 甚至一房单位 但都会有关注 旁边就是East Tower 今次 它一模一样 搬去East Tower 大家就会发现 它是没有遮挡 所以今次大家的选择 如果想买没有遮挡 就不再局限 在向南 或者是这两个单位 而是可以移动 过来这一边 大家会多一些选择 我们很快地 整理一下 这个Foreplay如何看 看一房单位的朋友 主要是这两个 我选择红色的 那就是560-580尺 一房单位 价位都会是 差不多70-80万 再有起的 未包车位和Locker 如果选择两房的话 看看你需要不需要钉 蓝色这三个两房 都是没有钉的 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直 800多尺 900尺都有 如果你是需要钉的话 那就要看这两个单位 大约的尺价都是 1300至1450 所以两房单位 大家都要预 差不多10-110万 左右开始 去到830-140万 三房单位 都是看尺数 小的三房单位 大概都是 差不多150-160万 但是这个单位 都会根据尺价 会有所调整 大家去选择 这个East Tower 的时候 跟之前一样 我们都是有一些 方法可以帮大家 去看看景观 因为都知道 住这个建筑的朋友 很多都很重视 观景观 我们现在将楼层 设置在三十多楼 我们由正北开始看 大家可以到时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问我 拿回连续 我便可以大家自己 回家去研究一下 因为今次 MyEast Tower 它的时间 设定是如何 就是现在开始 preview 亦都是在五月头 会有一个 deadline 就有兴趣的朋友 你要在之前 去设计了你的 request form 等客人知道你有兴趣 就可以拿回之前的优惠 这个步验和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你进了连续 之后 你就会看到这个地方 你可以在右下角 看到你那只跡 大概是哪里 看出去的景观 大家看到 其实 刚才我所说 即使向北 都不是完全抖 因为向北偏 东北一点 也有景观 现在我们在看 32至34楼 现在慢慢向东北 向东北方 只要你的楼层 相对高一点 你都已经是比较前面 东北边的楼层高一点 所以也有景观看 一路再下去 由东边开始 现在已经是很 open 是没有楼的 慢慢向着东南 都会是很开阳的 如果去到南边的话 我们下去低一点的楼层 五楼至七楼 大家就可以知道 前面全部都会是parked face 去到十几楼的话 都会看到下面是green space 一路再向南看 都是公园 现在这一幅图 是效果图 现场的实景 其实是一些low rise 很低一两层的industrial building 但也属于concord 将来他们会跟Oasis 同期喜好一个这样的park 跟刚才东南方连城一体 令到住在这个方向的朋友 你望出去的景观很美 你也可以去那个park 那里散步 这边就是Southwest 去到开始越接近West 就会看到越多West Tower 和未来的建筑 去到正西的话 遮挡会最严重 但是慢慢 当你去到North的话 西北 corner 又会有少少不同 在你的楼层 如果你的楼层 是比North Tower矮 的话 就会遮挡得劲一点 但是当你买到 二十三四楼 二十六七八楼的时候 你望出去 你都会看到不少的建筑 但也会有一个 比较open 软方的openness 这就要在乎大家 可能买投资单位 想控制个价格便宜 便可以考虑这边的单位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到我的网站 kwquite.com slash oasis 上面有所有 East Tower的floor plan 和资料 最重要大家 因为现在还未有得 立即买 还要一个填表 等待的 process 但是越早填表 就越好 因为它有一些 以往的优惠 都可以承接着 early birth 包括1%的 assignment fee 转让留花费 还有20%的 deposit 第一期只需要5% 这些细节都放在我的网站上面 如果大家不仅是对East Tower有兴趣 亦是想立即买到一些很适合的单位的话 就是刚才的West Tower的townhouse 是可以买的 另外就是想买高层单位 West Tower的penthouse 其实是有4个 现在 released的单位 由一房、两房、三房 都有选择的 价位是一百多万 到三百多万 它的特色是有两层 主层就是住宅 楼上最有个天台花园 住宅那一层也有一个 cover 就是我们经常看示范单位 那个panel 有一个玻璃幕墙 包括了一个露台位 都有的 这些单位的话 景观也是非常漂亮 因为由West Tower来算起 我们是三栋最高的 它也比旁边高的建築 所以其实这几个penthouse单位 主要是买景观 加上露台花园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再问我资料 了